我不覺得減少製造垃圾就可以延緩地球的壽命 但是也不要因為不可逆就不去做 大家都會知道比如說地球在暖化 然後我們要少製造垃圾因為什麼什麼 可是它並不會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除非可能要像我就是生了小孩之後驚覺 以後我的小孩住的環境它會不會都是垃圾 最剛開始我是從自備餐具開始 然後那個便當盒很重要的是你要買一個很漂亮 你自己喜歡的又很有型 然後我戴出去就會覺得 它其實就是我人生時尚裝備的一部分這樣子 你就會很喜歡用它 然後說哇你自己戴那個容器耶 你說對啊這樣子 演起來 然後漸漸地開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我就開始把這些我認為很簡單的 可以減少製造垃圾的方式放在網路上 所以有人就是因為我的貼文而開始做這些事情 就會讓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嗎寶貝 是酸還是甜嗎 酸 不好的 真的嗎 我覺得其實零廢氣是這樣的 就是完全不製造垃圾其實在現在社會是有一點困難 可是其實你可以相對去選擇製造比較少垃圾 所以我不會跟我的小朋友講說 所有的零食你都不能去吃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試著去協調說 我們去吃包裝比較少的 或者是說對環境比較友善的 這樣子的食品來做你們的零食 然後因為我每年他們寒暑假 我都會一個人帶他們出去玩 然後我們都會自備那個杯子 我有跟他們很堅定的講 如果沒有帶那個杯子 我就不會買飲料給你們 所以他們就會知道說 沒有杯子就沒有飲料喝 然後他們就會把杯子放進自己的背包裡面 自己帶著 跟媽媽在一起就是可能 就比較不要製造垃圾 但是跟爸爸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又是另外一種生活的模式 因為我覺得不要強加自己的價值觀 在別人的身上 即使我認為它是一件很好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跟我先生即使我們在 林佩契這一個觀念上面是非常不同 但是我們相處還蠻好的 不會為了這件事情而不高興 像我常常做那個身處於堆肥 然後它會有土啊 會弄得手都髒髒的啊 我就不能在我老公在的時候 去做這件事情 它會覺得 就是你又把家裡弄得都是土這樣子 但其實那個土很好 它是對身心很有益處 然後接觸土壤 就是很像去郊外玩的感覺 就是我很喜歡做堆肥這樣子 對 但是先生在的時候不能做 沒有耶 好啦 完成了 我的孩子知道說 我剪枯葉是做身處於堆肥 然後他知道說要減少塑膠垃圾 那即使他還沒有做到 那我會因為他存了這個心 我會覺得會給他鼓勵 因為至少他知道 這樣子是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多看人家已經做到的部分 然後不要計較人家還沒有做到的部分 因為這不是 這不是你跟世界的比賽 這個就是 自己 對自己 想要追求的東西 所付出的一點心動 這也許 沒有人會知道 你做了這些 但是 你自己會知道 你自己會感動 然後也會快樂 都是要很快樂很美好的 繼續下去 你有什麼想要的 我會不是 你打算 你沒有去 人家 你只是看人家 像個想要